芹菜炒肉到底是先炒芹菜还是先炒肉 很多人都错了 今天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 先把芹菜用刀从中间给它划开 这样更容易肉味 然后把芹菜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再切一点葱姜蒜 准备一根红椒切成红椒丝 接着再准备一块瘦肉 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瘦肉丝 把肉丝放入碗中 加88粒食盐 一勺料酒去精 再加一勺生抽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让肉丝更加嫩滑 然后用你的右手抓匀 抓匀之后腌制15分钟 让肉丝入碗 锅底水开加半勺食用油 然后把芹菜下锅焯水 加点食用油 焯过水的芹菜就会更加的翠绿鲜亮 焯水30秒之后捞出 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 我老婆饿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教大家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面条煮熟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 这个上海葱油 就这么一拌 给它拌均匀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香了 好了 接着再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下入瘦肉丝 把肉丝炒至变色之后出锅备匀 再起锅烧油下入葱姜蒜炒香 然后下入肉丝 稍微翻炒一下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稍微翻炒一下下入芹菜和红椒丝 继续翻炒片刻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食盐白糖和白胡椒粉 再加入一点生抽 在这继续翻炒 炒熟之后即可装盘 一盘美味的芹菜炒肉就做好了 芹菜鲜嫩脆绿 肉丝鲜香滑嫩 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了